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来看一下 中央跟地方互踢皮球 民传管理辅导法里面就有平台 他就要申报 消防的部分 这个两个他都没有申报 我们会跟屏东县政府来思考 做更好的管理 民传国际被罚三项大过失 包含存放超量有机过氧化物 没有及时提供场内化学品资讯 也没派人协助救灾 依消防法重罚240万 但对比光台农跟信心进口 但流向说不清 10天内共被罚1130万还移送法办 再查下去 再罚下去 要平台农县政府也要抗责任 中央也要抗责任 但罚得很重 因为他们不配合中央作假 哇 这个要各路的最杀 民众国际查下来的话 地方政府有责任 中央政府有责任 他就不敢太去动它 食品安全管理法里面 我们对于罚则是提高了 但是攸关人命的危险物品 存放的这个 我觉得这个是最离谱的 因为他最高只能罚30万 这个就是蔡政府执政的情况 人命比进口鸡蛋都还不值 政府说好的消防权益 百姓看不到 如今出示超量的大型弹药库 公安罚款还跟食安差很大 也难怪百姓感叹 蔡政府执政下 人命竟不如鸡蛋 好 这个民阳呢 这次的大火烧出来了一把 真的非常多的问题 好 我们先看得到 因为大家开始在质疑 地方政府到底在做什么 除了这个消防局长 本身似乎非常的不专业 不适任 难道是靠裙带关系 才能够当上局长吗 但问题是说 今天查出来 在明阳爆炸的现场 居然里面非常危险的过氧化物 是超标30倍 这也是为什么会引发爆炸的 最主要的原因 好 那难道平常都没有人在查气吗 为什么这样子的一个企业 可以长期的囤放危险物 而终究是爆炸了呢 好 那么大家就在问了 那么这是不是这家企业呢 平常到底是跟县政府 什么样的关系啊等等的 已经引起了大家很多的移动 哎呀 周春明赶快出来灭火 就是切割 他说明阳是位在科技园区以内 请大家看清楚 所以不是我地方政府管的 它是属于中央经济部管辖 好 这句话讲的其实也没错 我们全台湾不是有非常多的 这个科技园区吗 这些经济园区呢 事实上的确都是由经济部 直接管辖的 而每一个科技园区 它都有它的管理处 好 所以咯 他说啦 周春明说 我们的消防局根本无权检查化学品的存量 好 所以他其实等于是承认 这么过去这么多年来 事实上屏东县政府是不管的 是没有在管的 好啦 那没有在管 那难道中央有管吗 中央也没有管 因为王美花说应该是地方要差 王美花说我没有互踢皮球 我们是紧密合作 都是你在说的 这又不是形容此作文 比赛 演讲比赛 随便你讲 他说啊 我们会思考如何对园区做更好的管理 已经请专家走一遍 目前园区看起来都很合格 你们每次去走 平常没有走 去走一遍园区也都很合格 那等到爆炸了之后呢 那这个问题 你们应该去看 过去是发生了什么管理的漏洞 是不是有人为的疏失 经济部是不是疏于管理呢 好 陈建仁跳出来帮忙还家 他就说 厂商都是厂商的错啦 厂商本来就不应该堆积过量的危险问题 当然啦 如果全台湾的厂商 全台湾的人民各个奉公守法的话 哇 我们根本连警察局都不用设了 对不对 业不庇护嘛 问题就不是啊 所以啊 所以才要管理 要登记 要查核嘛 不然的话我们就大家相信厂商就好啦 那问题就是会有不肖厂商嘛 好 那你今天厂商犯错 我们当然要罚要查 问题过去长期以来 为什么没人管没人查呢 那你政府在哪里呢 好 陈建仁说啊 屏东县已经罚了啦 经济部也勒令厂房要停工了啦 中央地方一向互相合作 我们安检是有做到最好 所以安检做得也很好咯 那安检有做到最好 可是呢 厂商堆积过量的危险物品 居然这个安检做不到 这样就叫做最好 那你陈建仁的标准也未免太低了吧 所以台湾发生任何公安的事件 都跟政府无关咯 因为政府已经互相合作 做到最好了嘛 那所以我刚不就讲了吗 无辜上升的人是活该倒霉吗 都没有人有错啊 所以啦 只有啦 只有厂商有错而已啦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还会有这么严重的公安事件发生吗 那台湾就是没有政府嘛 有政府跟没有政府一样的意思嘛 不是吗 好啦 所以啦 消防员看不下去了 消防员就跳出来讲了 这是基层消防员的新生说 加工出口区 因为火灾的性质很特殊 因为里面不管是科技园区也好 加工出口区也好 这些经济专区里面 谁知道哪个厂商是做什么东西啊 那每一个有每一个的专业嘛 所以他们的性质的确很特殊 必须要设专责的消防队 对于园区里头 各种不同的化学物品 他才会熟悉有专业的设备嘛 那现在全台湾 只有高雄男子跟弹子 三个加工区有消防队 其他都没有耶 你说离不离谱 夸不夸张 所以很明显是不足的啊 好 那另外呢 我们看到呢 这位消防员就说了 经济部的漠视 才是让工厂大火夺命 说穿了根本就是官僚杀人 因为厂商根本没有确实的 去申报危险物啊 结果呢 也没有人查 也不知道 罚则也不中 罚那么一点点 厂商会怕吗 根本就是拿消防员的命 开玩笑嘛 而且也是拿人家 在工厂里面上班的 所有员工的命当开玩笑 不是吗 那你所以啊 蔡英文讲了半天 说要加强设备 加强到哪里去了 根本不知道问题的核心 是什么 也不care 好 我们来看 那最离谱的是 现在不是因为忌口 带了疑云吗 台农跟信心十天 真的被重罚了 台农劳董出来啊 喊冤啊 几股民冤啊 没有用 重罚就是要重罚 罚了1130万 罚下去以后 台湾的鸡蛋乱象就停止了吗 没有啊 到现在 还是隐匿所有的关键资讯 不肯让我们知道 结果一个台农信心 居然罚1000多万 那我们看看 明阳罚多少 屏东县开罚 240万而已而已而已 那会不会 让大家觉得说 哇 这大小孩 怎么差太多了 那一个鸡蛋重罚 然后重罚的结果 背后始作俑者政府的责任 他们却不管 然后现在呢 也是一样 政府的责任 开拓的一干二净 通通要推给厂商 罚一个240万 你们觉得这样子 大家对于未来台湾的公安 会有信心吗 我们消防员的生命 会有保障吗 政府卸责的结果 就是不肯面对 现实跟问题嘛 你不面对现实跟问题 未来怎么可能会有改革 怎么可能会有改善 怎么可能针对 对症下药呢 不可能啊 时间过了就算了 大家要忘记了 再隔几年 悲剧会再度发生的 如果他们真的 把消防队员的命当命的话 就不要再讲这种 不痛不痒 避重就轻的风凉话 好好把你的改革计划做出来 而且要落实到底 明阳在厂区 囤放了超标30倍的危险物质 消防人员是来不及撤退 被爆炸波及 而且还找不到 到底应该要由谁 来督导管理这些危险物品 王梅华部长今天说 中央地方没有踢皮球的问题 会和屏东县政府来思考 如何对园区进行更好的管理 但是消防员就痛批了 加工出口区的火灾性质很特殊 因此要设专责消防队 所以啦 像是竹科啦 六清啦 有专属的消防队 那么现在全台湾 却只有三处的加工区 有消防队 那么就是主管机关经济部 漠视才会让工厂大火 夺走消防员的性命啊 那今天明阳大火 虽然厂商应该负大部分的责任 但就像消防人员说的 灾害的背后说穿了 是不是其实真的就是官僚杀人呢 龙建雄 这不但默示 就是 拿到里里里里的 主管机关各要了解 就是说 它为什么可以摆3000公斤 就杀动了 那明文规定 你只能有一百公斤 这危险物品 因为这种过氧化物 它对这种碰撞是有极度敏感性的 然后呢 它在这个常温呢 只要有一点点水分 就会爆炸 很容易爆炸 那就是 所以它为什么要摆3000公斤呢 那对厂商来讲 你花它240万 因为你 这根本本来跟消防是两码事 消防是因为我们勇往的 这个勇敢的队员 是因为你有了火灾 我去救灾 我去打火 可是在特殊的加工区里面 就有特殊像我们台南机场 那个机场里面的空军 那里面的消防队又跟外面不一样 它有特殊 它是容易爆炸的 它有特定的一种性质 那整个厂区里面 你知道 它为什么规定临时 只能摆100公斤 那你知道对这个厂商来讲 它是故意的 还是临时而为之 因为离货离不太多 不可能 因为我摆在另外一个地方 我等于3000公斤 要分成30次去运送 那运送什么都是成本嘛 对不对 都很严慎嘛 可是当你的环境安全检查 跟公安检查 你没有落实 政府 我官派而已 开一间公司 只开一间餐厅就好了 三等两个你又要来检查呢 小红检查 拜烟 那因为你不落实 不落实的发生这一碗 赖清德 你在台南市当市长 北门医院会收不是这样 47的 17的不是收市 就是因为那个排烟没有启动 烟没白水 总是叫烟清市 所以平时没有落实 你政府还在带下这一碗 晚上都吃消防员的问题 消防员要带去打 所以整个集合 当然就是因为你有 检查 检查的怠惰 才会有意外发生的时候 没人知道 照理说 像这个工程 特殊工程 你看 不然你不要吃过豬肉 也要看过豬肉 所有救灾 就是图面要先出来 对不对 东西在哪 然后厂区的负责人 危险东西在哪里 宿舍在哪里 到哪里还有人 要叫人 因为消防员是这样 他去看到有人在里面 最变得要把人叫出来 他不知道你里面有 这个疫苗的过氧化物 那当这个厂家 事后要去调查 他如果分成三十次 他约上的时候 他身份要加多少 那平时 屏东县政府 你们是怎么检查 你们消防检查 怎么检查 工程是要经过消防检查 要经过消检 没消检是不能拿到英文这条 餐厂也要拿过消检 黄检 你们消检安检 环境检查 都不做 没有记录 如果有记录 他是只有 这个礼拜才刚运到三千公斤进来吗 还是已经囤积很久 但借着这个事件 我想所有在加工区上班的好朋友 为了你我 为了我们公众的安全 只要你公司里面 有囤积过量的 易暴物 易燃物 危险物品 因为各位在公司上班 都很多是行内的人 你来行 那你就要 你要举报 这不是公 你是廖北亚 这跟廖北亚无色 这是公共安全 大家都有意义 虽然我在这家公司上班 这一家公司囤积了那么多 易燃物 易暴物 我就有意义去做举报 纵然他跟县政府 跟他勾结 让他囤积那么多 你也要举报 你可以越局举报 因为这是为了你自己的心灵安全 所以我认为经济部 王保长 王美华 包括陈建仁 说这个都不通 当然国民党 你说整个加工区只有三个地方 有特殊的消防队 我在问南科发生的时候 我们的南科 在哪里 什么三家 你现在叫消防园来问 就问那个区乐区那个大队 这特殊 特殊县工庭 有什么特殊的东西 有什么危险 他们无法全盘掌控 所以这个就是亡羊补牢 有了问题 我们要怎么面对问题 但民进都不是 他就是把问题推开 跟我没关系 那个穿上改室 改室才发240万 只有这个丹王发多少 穿几万 你刚才在说他发穿几万 我还跟你说 几当前 高雄有哪一间 用了过期原料 制作点心 出来贩卖那个 吃买鲜 夏威鲜 你会记得吗 你知道那个投资法过期的原料 来加工 炒鲜粉过期了 就像你鸡蛋过期拿来加工 他罚他三千万 然后 所以我说 这个途当的 土董你要出来坦白 不是三千万罚完了就算了 他判刑判一年八个月 第一审判两年 董事长 二审判一年八个月定验 为了大家的安全 如果真的发现有过量囤积 危险物品真的是应该要举报 不过我们看到 农业不倾超私买来巴西蛋 引发一连串的食安风暴 涉嫌伪造孝齐的台农 就被高雄卫生局累计 已经开罚超过一千一百万了 依照食安法的规定 甚至还可以对违反食安的业者 来祭出了歇业或是停业的重罚 但反观民洋大火 不只存放了超标的危险物品 而且火警当下 竟然还不派人来到现场 来帮忙协助救灾 最后尿成了九死超过百伤 而累计竟然只罚了两百四十万 难怪消防人员感叹 说人命难道是不如鸡蛋吗 沈丰老师 只要在官僚会杀人的情况下 不只人命不如鸡蛋 人命连螺椅都不如 那我们大家仔细想一想 这个案子一出来的时候 当天我看了报纸 说做高尔夫球的工厂爆炸了 我想说高尔夫球工厂 怎么会这么严重 我想今天 叫做有人介绍你到高尔夫球去工作 你绝对不会想到 那是一个有潜在危险的地方 因为高尔夫球你看 就是一个受料做出来的东西 那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才特别去看了以后才知道 天啊 高尔夫球可是一个蛮有科技含量的玩意儿 首先你看那个球的表面不是有很多的坑坑洞洞 那不同的挖法会有不同的轰组 所以每一个人要申请很多的专利 第二个 里面用什么材质 用什么塑胶材质 用什么样子的PS材质等等 会影响它的重量跟它的弹性 更重要是外面的包含 而那个最重要的不是在里面 是外面这一个包的那个硬壳打下去 要有弹性 要有硬度 这个就不是一般的塑胶 出问题是在这个材料上 这个材料是一个很活化的材料 那这个活化的材料呢 必须要有很顺顺的保护 没有的话它就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 我平安心讲 要不是这一次出了这个问题 我还真不晓得 原来这里面有这么多的复杂的事情 所以我也相信 在这一个工厂工作的员工 搞不好都不知道 他在火药库工作 信不信 很有可能 那只有谁才知道这个材料是什么 决定是工商管理单位 绝对是经济部 他们才知道 我们怎么会知道 是吧 那现在精彩了 假如今天中央是绿的 地方是蓝的 你看你看 这个事情 那个地方没顶到过来 逃你去看看 假如现在 中央是马英九 地方是绿的有没有 那你看经济部能逃得了 现在多好 上面也是民进党 地方也是民进党 现在杀来杀去杀到不知道要怎么杀 所以两个人 我们都合作一块 你们合作一块杀人啊 你们合作一块什么 是一个灾难 因为你们的合作一块 而免除了灾难 这时候你才跟我讲你合作嘛 今天出来的是一个悲剧 你还告诉我你们上下合作 甚至他在合作杀人啊 更重要的 不要忘了 这个民进党政府还不能推给前朝 还是无红接轨 而且是同派系新潮流 无红接轨 而这一个呢 前任的县长潘梦安 现在正是赖清德的竞权总干事 我整个更是无红接轨 你看这个事情怎么可以搞大呢 当然要想办法 要把它压下来嘛 不压下来 那不是一招拉扎厂的人 全部拿出来订了 再过来再来看看 从潘梦安的时代 一直到这个周敏春的时代 那一个 哇很伟大了 消防局局长 因为那一天他出来讲 这觉得怪怪的 我这外行人听得都怪怪的 事后去查他的协力 我想说 这个人当消防局长好怪 怎么讲起话来 切少那一种 该有的那种专业 外行人都听出来了 是的 他是警官学校 他是安全系的 安全系应该到调查局 或者到国安局 或者当随护 怎么安全系的 跑去当消防局局长 他还好意思说 这个对消防的常识 我是懂得 我在学校有学过 我的天啊 我在学校 我也有学过物理 也有学过危机分 然后数学我就懂 你现在看 那个侯友一去当消防局长 你觉得怎么样 他是刑事警察局 不他是刑事科的 他也是刑 这个怎么样子 警官学校的 警官学校还有以前 还有副政系 那副政系的去当 你觉得如何 关火警 然后去关 这个鬼扯淡 问题是 这个鬼扯淡的人 既然可以当这么久的局长 所以他出问题 都要好而已 他连现场指挥 我看都会有问题 因为他没有第一线的经验 既没有随速的经验 也没有真实的指挥的经验 所以他到现场 当然是荒腔走板嘛 就好像啊 军队上场作战的时候 那个指挥官啊 是没当过兵的 然后来当将军 然后就指挥冲啊 是要什么 是要冲击大陆中 冲击地厄中 过分的 所以官僚杀人 真的是刚刚好而已啊 这个呢 整个的情境里面 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民进党的指挥下 这个整个的官僚体制 已经松了 松到是私相授受啊 你真的想一想 警官邪教有那么多科系 也有消防系 为什么独独 用一个灰消防系的 来当局长 而且还可以干这么多年 是这个人会做事 或者这个人会做官 证明他可能做官 结果就问呢 他就剃棒了 是吧 所以这个地方 不要再扯下去了 我不晓得后面 有没有会提到 没有 我真的还在这 想再加一句 看着今天 赖清德去到现场 去那个讲慰问的话 有没有 昨天 没看 没压着 看就越压着 你知道吗 我们只要把 今天赖清德讲的话 再把过去 再把过去 发生这一种灾难 然后让消防员 这样子莫名其妙牺牲掉的 他们去慰问的话 你拿下 就互数重推 每人都讲相同的话 就是社会那句话 今天公计明天忘记 然后增加设备 增加什么 看得出来 增加唐红的 比增加到多得很 因为增加唐红的 对1450有帮助 增加消防队的设备 那搞什么呢 都没当谈 都没当谈 谈一言 所以这个里面 真的 我们看的是 非常非常的难受 难道每一次 都要这样子的悲剧 我们才要进行 不过很多人就会想起 在2018年的时候 蔡英文其实曾经宣誓说 五年要为消防员 来补充3000人 结果五年过去了 却只补了1600人 消防员要人没有人 要钱没有钱就算了 其实名阳大火 几乎就像是 当年进棚大火的翻版 结果蔡总统 这次去巡视火场时 她只说 针对此次事件 希望能够尽快 召开调查会 来厘清事故原因 最后留下一句 辛苦了 绝口不提自己 过去的承诺 总统是忘记了吗 还是不愿意想起来呢 难道明年就要卸任 又是2024以后 没我的事吗 真的是要消防员 自己走上街头 来争取活下去的权利吗 加油委员 之前有一部电视剧 这个火神的眼泪 我记得那时候很红 其实里面就有提到 关于消防员 长期以来的这些 人力不足 或是设备老旧 等等的这些问题 那这个问题 也不是今天才发生 其实大家也知道 从小英总统 当时要求补足 人力到现在 其实多年来 大家对于台湾的消防 人力不仅是过劳 而且人力不足的问题 相较于临近国家 其实这个问题 是非常的严重 那当然 其实消防很多 大家都认为是 地方政府的权责 不管是说 就人力或设备的改善 但是中央对于 整体的消防量能 或者是救灾的分配等等 我觉得还是要 负起一定的责任 去协助地方政府 否则以现在 这种人力不足的状况 其实你会发现 地方的消防员 很多过去是什么都要做 包括之前的什么 捕风捉舌 过去台北市也常常有 后来开始渐渐外包 让消防员 至少不要去做 这些额外的工作 但是无论如何 你会发现说 现在的科技 如何去协助消防救灾 这个也是一个关键 我们有没有办法 把这个部分能够引入 包括资讯权等等 这些老旧的工厂啊 等等 已经在地方上这么久了 早就应该要建置 关于这个工厂里面的设备 或是相关的这些图资等等 让消防员进去的时候 不会像瞎子摸像 也不知道哪边是什么 然后这边 到底里面的设备有什么 例如说这个厂房里面 它明明有这么多的 化学堆滞物 粉末等等的这些问题 这些地方政府 难道都不知道吗 平常有没有在去机查 有没有去了解 那尤其是这么 长久有来 像地方上都知道的 这些工厂 其实早就可能有 曝露出很多危险的可能性 一旦发生爆炸的时候 其实叫消防员进去 然后像这一次第二次爆炸 等于是这个 让这些年轻的消防员 深陷危险之中 这个是大家最不忍看到 尤其是很多消防员的年纪 大概都在20到45 这次有很多消防员 都即将要结婚等等 大家看电视上这些父母 其实很多父母都是 都是很老实的人 他们都说他们不会怪政府 等等等 可是其实我觉得政府 真的要负起更多的责任 来去让这些年轻的消防员 他们当初是非常有热情 去投入消防救灾的工作 但政府该做的是 给他们足够的装备 给他们安全的一个 救灾的一个环境 而不是让他们 虽然看到火场 但是凭着一股热忱跟勇气 冲进去 可是到底在装备上 在整个资讯上 有没有给他们足够 能够保护自己的这些 救人同时也要保护自己 这个是每个父母 当然对他们来讲这些都是 自己的儿子担任消防员 当然是一种骄傲 但是同时也希望政府国家 能够给他们更多的资源跟装备 那我觉得这一次 当然陈建仁院长也提到 不管就职安法 或是相关的这些 是不是能够主公会等等的议题 会开始来讨论 但是我觉得当务之急 除了设备人力的改善之外 科技 AI能不能协助救灾 这些能不能一起来检讨 希望借着这一次的机会 大家能够痛定思痛 而不是今日公计明日旺季 刚刚所说的这些 都不是我们所要看到的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庶民大头家 来看到最近的几个民调的数据 包括台湾民意基金会民调 就发现赖清德的支持率 和自己前一期相比 是已经中错了百分之十 而美丽岛电子报的民调 和美丽岛的上一期相比 赖清德的支持度 也是下跌了有百分之六 大家普遍都认为 其实就是进口鸡蛋 极重要害 陈极重是不是真的 极重了赖清德的要害呢 这些进口的坏蛋 让赖清德的民调数据 是明显地下滑了百分之六 到百分之十 反观侯友宜 他访美的时候 看起来是有加分的 另外他现在也开始请假 要来全力冲刺选举了 目前看起来 他的民调的支持度 是逐渐看起来 是越来越有自信心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柯文哲的情况 又是如何呢 好 柯文哲说 最近他发现 民调70岁以上的支持度 一开始他有百分之七左右 后来掉到了百分之五 但是现在只剩下百分之二左右 非常低 他说是不是投错了 是不是这个70岁以上 老人家看不清楚 眼花投错了吗 这个是柯文哲 他觉得人家想投给他 但是不小心投错了 好 不管怎么说呢 蓝加白看起来 加起来是大于绿 目前是 目前的是个形式 看起来各家的民调数据 都可以看到 这样一个数字的这个趋势 显见侯科配 是不是一加一 真的能够大于二呢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这个董志森 他怎么来评论这件事情呢 董哥说 总统再大 也不会大过立法院 如果预算立法院 不让你过的话 想要推动的政策 也是做不到的 那么这一次 如果没有办法整合的话 那民众党以巴西来算 在立法院 不是要跟国民党合作 就是得跟民进党合作 可是柯文哲又说 他很痛恨民进党乱搞 还说如果新潮流不倒 台湾不会好 那四年之后 柯文哲就69岁了 民众党的身世 董哥认为 不会比现在来得更高 他说柯文哲 现在恐怕应该要好好思考 到底应该要和谁来合作了 好 如果说侯科配 一加一大于二 是不是代表侯科合 只是全民得力 如果侯科各玩各的 甚至是还有人 想要操作弃保的话 那就变成保送赖清德 民进党执政 不管爆发再多贪腐疑云 照样让赖清德 可以躺着选吗 好 虽然现在呢 掌握这个选战兵权的人 是朱立伦 可是未来到时候 要真正主政的人 是侯友宜呀 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 这个龙介宣王 蓝仪现在是不是应该 赶紧定于侯友宜一尊 不要再多头马车了 否则到时候柯文哲 想要合作 也不知道该跟谁谈 倒也不会有多头马车了 以目前看来 这个进选总部 跟党中央的谋合 是越来越好 气氛也不错 那也没有什么汉阁产生 不过柯是很聪明的 他不会只跟一个谈 因为毕竟朱是党主席 那如果我跟你谈 这个总统候选人 我是跟侯谈 可以谈 可是要谈合作 那如果以柯进行 共权 共权 共联合政府的概念 那联合政府 当然要跟 这个 侯谈 可是他要的是民进 民众党的席次 能够提升 民众党将来在立法院 可以办到一个关键的力量 那这个席次的部分 你就要另外跟党主席的提名策略 不过因为大概也提名 都快要底定了 那类似台中蔡壁如那个选区 这个就很不错 那就是一个蓝白 我看到很多蓝银的 在地方的人 也都有在帮蔡壁如 那这个就是一个 比较化学 比较好的一个现象 不过谈到整合 你说到底 整合如果是为了说 你想当官 你想占位置 那这种整合 人民是看不下去 那如果你不想整合说 最后我们来操作气宝 那这个难度是比较高 就是最后利用气宝 那这样就会 让赖清德 渔翁得利 清德在那吃饭 连开手 聚咖连开手 在那就是 聚关山 看买稍贪 包括你可以看到 这一个多月来 柯的谈话 他保留了 被整合的空间 他也保留了 整合别人的空间 所以他这一个多月来 然后他也想说利用 再到美国去补考一次 有这个企图 虽然他并没有安排 媒体大阵仗的跟防 或怎么样 但是他认为说 他上一次去 时间比较长 离现在比较长 那你们两个到了美国 反应都不错 那柯认为 他再跑一次美国 回来 我想会有一些变化 而且两边 这种事情谈 不可能主帅 对主帅 一下就这样 坐下来就是 是你要拿 我要拿 你要我够 我给你够 不可能这样谈 所以当时 郭 柯 侯 三个人说 大家坐下来要说 坐下来要怎么说 要怎么说 不可能 这种谈 最好是能够有 双方都可以相信的朋友 或是幕僚 或者先去谈 先去理解 你的坚持是什么 你的底线是什么 你的理想是什么 我们的理想是什么 那大家就是共同 我们是为了让人民 过幸福的日子 那因为这个执政者无道 多年来 连鸡蛋都搞成这样 欠缘 坦草 坦草 欠疫苗 坦草疫苗 欠电 力能发电 他们的力能发财 他们是无所不计 看着就要谈着 所以已经让人民 完全失望的时候 那如果在野党 有机会和 蓝白加起来会赢 但是你们都在 斑斑计较 那人民最后 赌蓝票就会出来 那如果你们真的是想说 为了这个 把这个无能无道的政府 轮替下来 那可以相互体谅 对方的立场 这个才有谈的空间 那这谈出来的 也才不会破局 也才能够让更多的人民 觉得说你们这样谈 反正是为了让我们改变生活 改善我们的生活而谈 那这个时候凝聚出来的力量会更大 一加一就会大于二 所以现在很多人看不出能谈的成功 也没有人敢预测 因为政治在你眼前一寸以外的 几乎都是不可测的 都是黑暗的 所以我既合作与期待 我认为说我有高度期待 因为我从主帅的讲话的气氛里面 我们闻到他愿意接受大家来合作 可是他依然保有他的坚持 他想要民众党的主体性 那国民党当然也有他的主体性 所以要谈判以前 要先考量到对方的主体性 然后再来谈合作 怎么谈 我想没有谈不成的 因为你谈不成 就是等于要保送赖清德 那保送赖清德有将近五六成的民意不同意 结果你们还硬要朝这个方向运作 最后都会受伤 不过其实立法院昨天改选了 八个委员会的赵伟 蓝白在未还委员会 看起来似乎也有一个合作 就是共推了吴欣盈来担任赵伟 被视为是不是在为蓝白合组 反贪大联盟来试水温呢 名嘴董志生就拿了立委席次 来向柯文哲喊话 董哥认为蓝营被看好立委 应该可以拿到五十席 而柯文哲认为民众党 可以拿下八席 那蓝白再加上五党籍 国会就能够过半 民众党在立法院 要么就是跟国民党合作 要么就是要跟绿营合作 让民进党过半 不断地摇摆的结果 会让百姓不知道柯文哲 你到底是哪个路线 所以董志生就直言了 现在就是柯文哲声量最高的时候 如果这侯科辈的脚步 再不赶快加快的话 那就是要让这个民进党 继续吃香喝辣 让两岸继续兵凶战围 四年之后柯文哲声量越来越低 讲白了这侯科不配 会不会让台湾就直接沦为灰烬了吗 盛锋老师 会啊 怎么不会呢 民进这个 假如照两党这个灰烈 这两党这样的搞法 那当然是民进党一用得力 民进党一用得力 最近有人讲一句话 中华民国既一杀民旨欲为民进党首有 民进党首治 民进党首享 之民主共和国 那这真的会变成这样子 那这样子呢 这两个党大概也准备要熄灯了 那在我的看法里 国民党要不要熄灯 我不在意 民众党会不会熄灯 我也不在意 台湾会不会被搞掉熄灯 才是我在意的 那民进党继续这样搞下去 内政一定是一塌糊涂 刚刚你看这个龙贼兄讲了多少 台湾缺什么 他们缺什么 我们缺电 他赚电费 我们缺软 他赚蛋钱 我们缺的他都要缺 那如果做恶势的 台湾的又穿了 然后两岸的歧视 会变成什么的演变 都不是我们所愿意看到的 所以呢 这个呢 辉立的几个大人 手里面大人是有点尊重你 所以里面几个人 自己要想清楚 真的 既然因为没有绝对的胜利 就必须要合 要合就有首师 先有首师才有首得 而且呢 很抱歉 我真的用邓小平一句话 给大家做参考 实事求是解放思想 不要崩死在那里 民众党是想活下去 或者这个柯文哲 显得那么辛苦干什么 一样 在民众党还比较强 年轻选票比较多的地方 国民党虽然已经提名了 候选人 可不可以把这个候选人 送给民众党 挂民众党的名义参写 为什么不可以呢 这样子 国民党可能少几席 但民众党多了几席 而这几席 跟国民党 是有感情的 我讲这个不是讲笑话 国民党拥有当老大的机会 是合理 他的执政限制多 他的治国人才 也比民众党多很多 民众党除了柯文哲之外 其他都要拉夫 对不对 我还要去别人拉 国民党可以自己的篮子里面来找 这都是事实 但是这样的事实 是不是就叫民众党就必须服从于你 这个也不通 对不对 所以当你要拥有大的位置的时候 你那个二的部分 那你只要牺牲多一点 那些都要吃得多的 不然就要学习上来 这种东西就是 人人不满意 人人能接受 接受才是重点 政治有很多的定义 其中有一个 我们读政治学的时候 其中有一个定义 政治就是潜力分配的过程 政治本就是潜力分配 不要不好意思 不要要分赞 怕什么民进党骂你分赞 民进党才分赞得厉害 什么死骨头都要奔 对吧 不要怕民进党讲分赞 就好像现在 是不是在骂 这个侯友说要请假 有没有 说我没有一天好 不然民进党就拿来算看看 他们过去选举请假有多少 这常常你说一句话 对吧 他不用请假 他就可以234天不到议会来 我讲个坦白话 他他们的就是 常常两个人在说 自己的帮不游 当地大帮人的帮不游 就等会怎么 他自己说自己对 只是这样而已 所以我们朋友们 大家想这个问题上 真的要合 不合 几个都会成为千古罪人 因为60%以上的民众 是要下架民进党的 下边 你们合起来大家兴奋 或者现在大家焦虑跟无奈 如果这样 那我们干脆把你们一起埋葬掉算了 不然老大在干扰 都这样害怕 真的 有时候民众要起来给他们施加压力 当然 民众党存在民党存在他的价值 人家也奋斗努力到今天这个样子了 他今天获得年轻人的支持 也有他的道理 同样的 要合 也要考虑一下 民众党的年轻人 是为什么支持民众 为什么不喜欢国民党 那假如合的时候 国民党是不是应该 接纳属于民众党这一些 被年轻人喜欢的政策 收持讲法跟作法 这个有时候 国民党看起来可能还会 乖乖乖乖 没有什么乖乖乖乖 这个就必须要 都不满意的 所以因为只有能接受 才是一个重点 所以现在社会已经开始 有一个声浪了 苦口婆心的在 希望你们赶快合 你们不合 真的人民会把你们消灭掉 我不骗你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庶民大头家 侯友宜去了一趟美国 让百姓和美国现在都相信 他有能力能够稳定台海歧视 最近侯友宜不断的 抛出他的政策牛肉 也让不少的百姓有感 反观柯文哲昨天他自曝说 七十岁以上的支持者 原本还有百分之七 后来变成五趴 又变成了两趴多 他还自嘲说 想来是不是说 还想说他是不是投错了 其实大家都知道 柯文哲的强项 就是在年轻族群 反观国民党的支持者 比较是中壮年以上 侯科被可以节肠补短 而侯科单打独斗 会不会就是等着被赖清德歼灭呢 龙介乡怎么看 那个柯最近有一点调 不过你也不要小看 这个新竹的效应 就当时他是怎么当选 因为你柯米去到那里 说什么 社会连笨 疼子连孙 他就最后等了 他当选了 但他现在出了一点事 相对 人家就想到你 那等于是你帮我推荐这个人 那我投了 那一样嘛 他出了事 你就会有一点承担 不过在整个过程里面 假如说 以 我说为什么柯还要再走一趟美国 他看到侯友宜 因为大家本来对侯到美国去 没有什么高度期待 想说以克人安 不过你要了解 侯的特性就是 他可以有好的幕僚 他组的是一个优质的团队 包括他在新北市的施政也好 包括他现在的国政 你看他用了夏利盐 用了黄介证 这些人跟美国长期都有很好的往来 然后也很相互的理解 然后他让美国人理解说 侯不是一个冲突的制造者 而且也不是一个意外的创造者 然后他把对美国台美中之间三角关系 他讲得很清楚 而且他不会去挑衅大陆 所以他的威慑里面 他的3D就是 如果你不断的军备 但是你没有对谈 你没有交流 那这种是一种敌视的 有敌意的军备 那这个就会很危险 但是如果你是有相互的往来交流 有对谈 但是我们中华民国 从建军到现在 这近百年来都不断在装备自己 都在武装自己 那我们是在保卫我们的国土 所以你透过和谈谈判以后 这一些就会变成是友善的 而没有敌意的 那自然而然最后 你就能够降低冲突 就能够缓解紧张的形势 所以他充分让美国人理解到说 侯友宜是这种特性 那然后你看 大陆也没有出来呛毒 也没有呛杀 不像赖清德 他说要联合有我的民主国家 因为他搞错了 你知道吗 安倍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那是在以日本的立场 在看两岸跟整个东亚的局势 可是他就说 那我要联合有我的民主国家 日本美国大家做会 我们来跟他拢 日本要带你去拢 美国要带你去出兵 所以变成你就是一个紧张局势的创造者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书名大头家 蔡英文高喊 国防预算创新高 台湾变得更强大了 可是立法院的预算中心报告指出 空军F16提升计划 因为弹药的筹获进度不如预期 会延到2026才能形成战力 可是空军却说F16战机 性能提升的交机顺利 只剩下六架海煤交货 只有弹药的部分延后而已 可是这就代表了 就是现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是只有战机 根本没有弹药吗 那这样子有战力可言吗 嘉宇委员 当然之前美国释放出 这个300枚的F16的弹药给台湾 那目前当然大家也知道说 因为俄乌战争的关系 所以全世界的军火 其实主要都供应到乌克兰 俄罗斯那边去 那对台湾而言 现阶段当然我们要充实 自己的国防战力 那F16是非常重要 但是另外一方面弹药 当然现在延迟 到底延迟多久 那一方面如果台湾 真的是兵凶战危 我相信美国一定会赶快 把这个弹药送到台湾 那大家也记得 之前其实美国也曾经 要在台湾设置这个弹药库 当时其实来营的人就反对 认为说是不是要把台湾变成军火库 那其实对美国来讲 其实维持印太的安全跟稳定 是非常重要 不管是在台湾 在日本 在冲绳 在关岛 其实都布置着相关的这些 不管是弹药 或者是这些军事的设备等等 那在台湾当然 如果有充实的弹药库 对台湾的军备的攻击来讲 是非常重要 因为跟乌克兰不一样的地方是 乌克兰它可能可以从欧洲 或其他地方的内陆 去输送这些军火 但如果台湾真的发生战争的时候 我们要自给自主 因为我们台湾海峡周遭 如果被封锁的时候 最怕的就是弹药不够 那这时候没有办法有充足 就光有武器 而没有弹药也是不行的 所以当时才会有这样的构想 去能够补助台湾这一部分的不足 所以我觉得有充实的弹药 当然对台湾非常的重要 这也是另外一方面 大家可以思考 那另外现在国建国造 最近这个海坤也这个下海了 当然黄鼠湾也宣布 就是说台湾在这个海上的 这个军备的实力 也逐渐的加强